他曾經寫過的那一本就說 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 他是他沿岸整風運動的 那麼他所有的資料都不是說他道聽圖書 他都是來自於比如說我們國家公開發表的 或者那個黨史裡面的 或者說那很多那個文件裡面的資料 那是你是習慣用這個話的 用這個吧 那麼我現在 我剛才已經介紹了一會兒 那這樣呢 我們現在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 感謝我們高校老師 謝謝郭老師 謝謝大家 讓大家剛才等了 今天咱們談那個 關於抗戰的 抗人戰的一些問題 其實今年我想 今天是抗戰勝利60周年 我們已經從各種的這個 影視啊 報刊啊 已經知道很多有關抗戰的一些情況 那麼今天呢我想 我從我這個角度 我覺得抗戰有幾個問題蠻重要的 所以和同學們一起談一談 然後呢 可能我留一點時間 我們可以討論 交流一下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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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主要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呢 我想講全面抗戰爆發以前 那國共兩黨對抗戰的不同態度 這是想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我講七七事變 我講七七事變以後 中國共產黨 它對抗日的一個基本方針 和它的成效 大概呢 就講這兩個問題 那麼今天我先講第一個問題 我們都知道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呢 國民黨有一個基本國策 這個基本國策呢 就是攘外一千安慰 同學們都知道 這個政策呢 不是以後共產黨給它加的 是國民黨正式的一個表述 就是安慰讓外政策 那麼1927年到1937年 這十年 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 好像佔據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關於這十年呢 我們有不同的對它的表述和判斷 中國共產黨方面呢 我們認為呢 這十年應該是什麼呢 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或者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講 是國民黨施行反革命的軍事圍剿 和反動的文化圍剿的這個十年 這是中國共產黨對這十年的一個基本判斷 那麼國民黨方面 或者是料路吧 也沒有什麼 國民黨方面 或者是親國民黨的一些歷史學家 他們對這十年呢 也有一個判斷 他們稱它叫做黃金十年 中國發展的黃金十年 那麼以後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說這十年難道真 真的是所謂黃金十年嗎 中國面臨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清約壓迫等等 國內有一些列的嚴重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呢 親國民黨的一些歷史學家 包括國民黨方面 他們又修改了一個論述 叫做艱苦建國的十年 艱苦建國的十年 那麼以後呢 80年代以後 我們大陸的史學家 給他一個比較 所謂客觀性的一個表述 稱它叫做南京十年 南京十年 因為國民政府定都在南京 這個時期 國民政府的首都在南京 那麼我想我們先要講這個抗戰 抗戰爆發前的國共兩黨 對抗戰的態度 當然是和這十年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十年 我們把這十年的情況 先梳理一下 看看國民黨和共產黨 在這個時期對抗日的不同態度 我想還是很重要 那麼這十年 應該講是一個 中國面臨一個情況 這個情況就是嚴重的民主危機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 對中國的清約和壓力 這個民主危機是不斷的加重 再一個呢 就是嚴重的社會危機 國內的社會矛盾 非常嚴重 極化 那麼蔣介石是這個時期的 中國政治的重心 不是重心 是重心 那麼蔣介石是用什麼方法來應對 這十年的這個民主危機 和社會危機呢 我想蔣介石他選擇了一個 治國的一個基本方略 這就是 所謂黨治國家 黨治國家 這樣一種形式 所謂黨治國家 以黨治國 這樣一個模式 他試圖 在黨治國家的這個框架下 通過推行 安慰讓外的政策 來化解他所面臨的 這種嚴重的民族危機 和嚴重的社會危機 進而達到維護和鞏固 國民黨的統治的一個目的 那麼關於黨治 這是一個二十世紀的 在中國的一個新概念 我們知道在前期沒有這個概念 甚至在北洋 北洋的前期也沒有這個概念 黨治這個概念 是從俄國來的 那麼孫中山 我們都知道 他受到俄國的影響 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 幫助他 啟發他 對中國 有一個基本思路 那麼孫中山先生的思路是什麼呢 孫中山先生認為 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 人口眾多 經濟落後 這樣一個情況下 中國要 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或者是 要達到一個現代化的目標 他認為 應該有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 就是 我們都知道的 叫做 軍政階段 殉政階段 和 險政階段 這三個階段 那麼軍政階段 很好理解 就是 國民黨領導的 國民革命軍 掃蕩國內軍閥 實現國內的一個統一 建立國民黨的 這個對中國的領導 是以軍事為重心的 這樣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叫 軍政階段 這個階段完成以後呢 應該實行 遜政階段 為什麼要遜政呢 就是 中國的人民 明治不開 文化落後 所以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 可能不能夠 立即進行民主政治 所以呢 國民黨應該做 人民的保姆 這是孫先生的話 做人民的保姆 幫助人民 啟發人民 教育人民 那 那麼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呢 人啊 是不一樣的 人應該分成三種 三類的 我們看人啊 他說 有一種呢 是先知先覺 第二種人呢 是後知後覺 還有一種人呢 是不知不覺 先知先覺的人 不多 國民黨呢 主要集中在國民黨內 那麼 國民黨 我們有這樣的一種責任 在殉政階段 應該什麼呢 教化人民 幫助人民 培養人民 有一種自治的習慣 養成民主的習慣 那 那麼 為將來國家 進入殉政 進入險政 培植基礎 這是孫先生的一個 基本的 一個對中國的設計 那麼 1927年以後 我們知道 蔣介石 發動反共政變 在1928年以後 他有所謂 新軍防治 第二次的一方 形式上 實現了 國民黨領導下的 形式上 所以 國民黨宣布 我們進入到 以黨治國的 殉政階段 所以在1928年以後 到1930年 我們看這兩年 這兩年 是國民黨殉政 剛剛建立 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就面臨了一個新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 新軍閥的混戰 新軍閥 不同派系的新軍閥 原先在統一的 在打倒北洋軍閥基礎上 建立起來的 不同軍事代別的聯合 在1927年以後 又分化了 所以在1928年以後 國民黨之間 國民黨的不同的派系之間 又進行了一些大戰 這個高潮就是中原大戰 這是我們講 這是國內政局 嚴重的動盪 第二個方面 非常 也是當時一個 非常突出的現象 就是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 農村革命 開始興起 那麼第三個 一個問題 就是日本 不斷地對中國施下壓力 同學們都知道 1928年以後 國民黨要 進行第二次非法 日本帝國主義 在濟南 阻礙國民革命軍的地方 發生了一個濟南慘案 把國民政府派到濟南去的外交代表 把他 這個蔡公石 把他鼻子挖掉 眼睛挖掉 阻礙國民革命軍的地方 這是史稱濟南慘案 那麼 而且日本是破壞東北意志 破壞張學良 規劃中央政府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 1930年 蔣介石 正式提出 一個新政策 這個政策就是 安內讓外 安內讓外 安內的對象很清楚 兩個 一個就是地方勢力派 一個是中國共產黨 就是安內的對象 讓外的對象 也很明確 就是日本越國主義 安內讓外 兩者的關係是 讓外 必先安內 先把國內的問題先解決 然後再解決和日本的矛盾問題 這是一個當時的一個基本活策 我在想 1928年以後 在這個所謂黃金十年 蔣介石是試圖以國民黨和中央軍來整合中國 但是國民黨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國民黨的情況 是不是我們今天有些同學 抱著一種很浪漫很理想的情況 給他很多一種想像的情況 並不是像今天我們一些年輕朋友所想像的那樣 國民黨在1928年以後 迅速的孵化 我下面要講國民黨的情況 首先國民黨長期以來 黨內派系伶俐 派系伶俐 黨籍鬆懈 比較大的派系 有改組派 王精衛系統的改組派 有國民黨元老 周魯謝遲為首的西山會議派 還有胡漢明和孫柯等人 組成的這個胡漢明派 那麼這是大的派系 在蔣介石集團內部 也是分裂的 有CC系 有黃土系 兩派之間長期的民爭暗鬥 1930年到1931年 發生了中央政府和半獨立的兩廣的長期的對立 一年多的對立 史稱林月對立 那麼1932年到1936年 又有南京政府和兩廣地區的半獨立的 陳介堂政府 陳介堂統治廣東的 也是這樣一種矛盾的關係 所以國民黨沒有實現統一 就是在這個對於它最寶貴的十年中間 國民黨始終沒有達到一個黨的統一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國民黨的黨紀 形同俱文 政治上和思想上 始終沒有人能達成統一 那麼我在想 國民黨的思想統一 我們知道這個 北洋時期當然不存在什麼思想統一問題 那麼孫中山和蔣介石他們有新因素 他們提出了有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叫三民主義 那麼應該是 現在執政呢 是不是要建構一個三民主義的解釋體系 使國民黨的所有的活動 建立在三民主義的這個解釋的一個基礎上 按理想是應該這樣 國民黨也是這樣做的 但是做得非常不成功 我想由於國民黨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他表現出一種嚴重的隨意性 三民主義在這個時期 已經失去了一個完整的理論 所具備的應該有的嚴肅性 和它的內涵的規定性 在理論層面上 蔣介石無法 繞開孫中山 解釋清楚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係問題 他繞不開 他沒有辦法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孫中山講了很多話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些話 到了1928年以後 蔣介石他只有回避這些問題 他不能談這些問題 再一個 他也不能解釋清楚三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問題 也不能解釋清楚三民主義和中國文化 傳統文化的關係問題 這是我們講他的解釋 是非常隨意 是他不能解釋一些最關鍵的一些重要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在大陸時代 1949年以前 國民黨對孫中山的解釋是非常非常粗糙的 很粗糙 是教條的 是僵硬的 他雖然知道宣傳的重要 我前面就講了 國民黨有新因素 有新因素 它和北洋軍法相比 它有很多新的東西 1924年 國民黨開始有中央宣傳部 北洋時期沒有這樣的組織 所以它很知道宣傳之重要 可是 國民黨雖然知道是要建構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在當時他們叫做黨裔 黨的主義 簡稱黨裔 同時呢 他們也要建構一個孫中山的形象 就是建構國父形象 都做了 也做這方面工作了 可是他的政治上 一切的計劃 都是以軍事為中心的 當然可以理解 他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軍事上的問題 是各地的地方勢力派 挑戰南京的政府的權威 所以他的所有的安排 都是以軍事為中心 為中心了 雖然政治上也開始想到很多問題 但是 在當時可能只能以軍事為中心 他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強大的 一個理論上的解釋系統 這是國民黨在49年以前 一直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強大的 具有解釋性的 具有一種說服性的解釋系統 他很想重視宣傳 但是不會搞宣傳 國民黨一般而言是笨嘴笨賊 不太會說的 到今天台灣也是 南營不太會說 綠營非常會說 這是他有個遺留症 遺留的一個問題 不太會說 只會搞形式主義 國民黨在30年代 28年以後 搞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 這個儀式對我們今天很多老人還能記住 就是總理紀念州 總理紀念州 每州軍公教單位 軍事單位 公務員系統 教育系統 都要舉行紀念孫總理的紀念州 由首長解釋 先要宣讀總理遺族 然後解釋當前應該的工作 這個工作 從28年一直做到49年 差不多都是堅持下來的 除了會做總理紀念州 以後完全變成形式主義 變成形式主義 那麼 也會搞一些查禁書刊 查禁書刊 這都是消極性種 但是沒有留下什麼東西 這十年中間 國民黨的黨的系統 在三明主義建構 在思想宣傳方面 沒有留下東西 到今天大概只有一個東西是留下來的 就是總理紀念歌 這個歌一直唱到今天的台灣還在唱 我們的總理 孫總理啊 首創民國 等等等等 打倒滿清等等 這個歌 我算了一下 幾十年以來它還流傳 那麼 也就是28年以後 沒有什麼成效 在思想宣傳方面 沒有成效 再一個 國民黨方面 沒有大的理論家 沒有大白理論家 也沒有理論對付 沒有一個從上到下的宣傳寫作班子 今天我們都很習慣的 叫寫作班子 這個概念 國民黨沒有 國民黨 我們知道 1924年 依照莫斯科 蘇聯的這個模式 建立起一個 國民黨的新的架構 中央有宣傳部 審議級的黨部 裡面沒有宣傳過 中央有宣傳部 審議級的黨部 沒有宣傳過 那麼 在國民黨內 搞宣傳的人 毫無勇於感 沒有社會聲望 毫無社會聲望 那麼在30年代 雖然國民黨元老一級的 有理論家 比如說胡漢明先生 是理論家 戴季陶也是理論家 那麼還有陳立夫 也是所謂理論家 但是這些理論家 到了30年代以後 就失去了理論創新的能力了 20年代還能寫一寫 還能寫一寫 30年代以後就不能寫東西了 根本不能面對現實問題 提供一個新的解釋體系 就國民黨的老牌理論家 到了30年代以後 全部喪失能力了 那麼 年輕一代更沒有這個能力 國民黨的青年一代 也不會說 那麼我們見到的 比如說陳布雷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他 陳布雷是一個寫文章的高手 但是他不是理論家 他不會發明概念 他不會做一些打頭文章 這方面水平很差 那麼 應該說 雖然在30年代也出版了 許多宣傳孫中山的那些 黨藝的小冊子 出版過很多 但是基本上對青年人沒有影響 那麼我下面講 30年代是什麼年代呢 是紅色的30年代 蔣介石控制著中國的政治和軍事 但是思想方面 基本上是左翼 佔據了一個相當大的空間 共產黨在這個時候 是處於弱小的情況 可是他在思想和宣傳方面 佔領著中國一個很寬大的空間 那麼這個 這種情況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我們說 國民黨可能是一個比較世俗化的政黨 世俗化 只要拿到權力就可以了 奪權成功就可以了 其他方面呢 雖然也知道要做 但是呢 做的都不努力 我查了一下1935年出版的全國總書 1935年出版的全國總書 就在蔣介石的反革命統治最強大的30年代 1935年我們有關社會主義的公開出版物 是32本 臺安蘇聯計劃經濟的書 臺安計劃經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書 是19本 這都是著名的一些學者寫的書 談意識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書 23本 左翼的書大量出版 可是談國民黨方面的書呢 國民黨意識和三民主義的書呢 一共有多少本呢 國民黨意識方面的書這一年只出了8本 只出了8本書 三民主義的書出了13本 大多數的書是左翼的書 所以左翼已經佔領了一個相當大的空間 1930年代 那麼國民黨在30年代 也有一些寫手 這些寫手是誰呢 主要是依靠共產黨中間的一些叛徒 著名的叛徒就是葉青 葉青啊 同學們可能沒聽說過 葉青 非常有名的 葉傑英的葉 青年的青 葉青 葉青先生是早期的中共最早在莫斯科的支部的負責人 以後也是中共在巴黎支部的負責人 葉青先生 那麼 葉青寫過一些宣傳三民主義的書 可是葉青這個人非常教條 寫的書呢也不便閱讀 沒有什麼閱讀 讀的讀起來非常不順 所以他的書呢影響也很有限 這是我講的國民黨就是 在思想方面這十年是怎樣的情況 剛才講的先是他的黨內 充滿矛盾 思想方面沒有建立起 用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叫格蘭辛講 要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權 國民黨沒有建立起來 這是意大利的一個非常有名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認為 這個必須建立起在文化上思想上的影響力 他用一個詞叫文化霸權 他說對於共產黨人來說 可以利用敵人薄弱的團結 趁虛而入 擴大自己的影響 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權 所以三零年代 雖然共產黨力量是在農村 比較小 可是文化上的思想上的空間 共產黨佔據了很大一塊 那麼共產黨成功相比而言 就是國民黨不成功 那麼我下面要講 國民黨它有想基本的弱點 它的黨組織和政府機構的關係上 黨組織和政府機構 國民黨只是在中央一級 實行以黨領政 它想黨治國家 只是在中央一級 是體現出來的 省一級 省以下 黨基本不存在 黨基本不存在 省以下的黨務機構 只是 形同虚色 形同虚色 三零年代以後 剛才我講的1928年 國民黨迅速地腐敗 作為黨 它就開始出現一個叫空刻化 空刻字 空刻化 蔣介石雖然想通過 國民黨和中央軍 來統一中國 來整合中國 但是 在這十年中間 國民黨為搞黨務的人 沒有實惠 沒有實惠 什麼意思呢 沒有好處 政府機關的部長 工資要超過搞黨務的人 超過一倍 國民黨中央 執行委員 中央常委 每個月的工資是三百 三百塊 可是政府部長的工資 每個月是六百塊 大家都要到政府去做部長 不願意在黨內 喜歡做官 中央一級是這樣 基層也是這樣 省一級也是這樣 所以國民黨的黨 是一個空刻字 雖然是以黨治國 可是他是一個空刻字 那麼黨員呢 國民黨 對 是當時中國第一大黨 可是國民黨的黨員 毫無黨員 勇於的 沒有勇於感 那麼 那麼 國民黨很 很注意 在軍公教人員中 發展黨員 以至於發展到 集體入黨 拉夫入黨 就是當時的話 拉夫 拉人進來入黨 拉夫入黨 黨員人數大大膨脹 黨的作用不見增長 這是三零年代的一個基本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 蔣介石要建立起 他的一個小核心 黨不行了 怎麼辦呢 總是要一個自己的一個基層 一個核心 就是他依靠自己的學生 建立他自己的小核心 這就是三民主義立行社 也就是我們過去知道的 復興社 同學們聽一聽過 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 叫復興社 它的內核叫三民主義立行社 三民主義立行社 都是他的皇府的學生 那麼他們標榜就是什麼呢 他們標榜新概念 叫復從領袖 民族復興 學習德國和俗 學習德和俄 以及在中國應該實行統治經濟 那麼 這是一個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 蔣介石的一個基層 一個非常類似 一個核心 希望通過這個 作為他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幹部基礎 那麼 在黨的系統裡 黨既然不行了 在青年中間 再成立一個核心組織 叫清白團 清天白日 清白團 這是黨 黨中之黨 那麼我們看蔣介石這十年 面臨這種嚴重的情況 嚴重的民主危機 嚴重的社會危機 嚴重的社會危機 他自己 黨不太行 黨不太行的 黨基本上空殼化 怎麼辦 他做沒做其他事情呢 應該講這個時候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上面要講 他的酬民政府 是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 有些現代化導向 以軍事強人為主導的 威權式的弱勢政府 不是強勢政府 弱勢政府 他是有現代化導向 可是是以軍事強人為中心的 這樣一個威權式的弱勢政府 蔣介石也要發展中國經濟 為此做了很多努力 也做了很多努力 這十年 所以有人說他是黃金十年 那麼 征用了不少專家參加政府 1933年 建立了 資源委員會等等等等 像這樣的一些機構 大量的吸取專家參加政府 那麼 也在經濟和交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教育發展 在這十年 應該講發展得比較迅速 特別是中國在1930年代的高等教育 差不多已經和國際的那個同等教育 是挺些鬼的 教育方面是進展非常大 那麼 而且應該說 蔣介石的這些基本方針 得到國內的中上層知識分子的支持 中上層知識分子的支持 1936年 蔣介石過50歲生日 胡適先生給他寫個東西說 蔣先生現在看起來有點像領袖的樣子 氣度也大了 燈照的整個感覺就是一個領袖的樣子 早幾年會醒了 早幾年他火氣太大了 這幾年已經越來越像領袖了 那麼 中國這個時期的很多高級知識分子 學底科同學應該知道 像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先生 大家知道吧 中國最重要的地質學家 丁文江 歐文浩 學政治學同學也應該知道的 前端生先生 還有蔣廷福 學歷史的 這些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大派知識分子 都同情蔣介石 他們認為這個 中國就是應該安內讓外 威權式的一個軍事強人 來領導中國進行現代化 所以這是一個當時的情況 那麼 而且蔣介石在用人方面 好像有一點的希拉性 希拉 他的外交官基本上留用北洋時期的 多數是北洋時期的外交官 全部留下來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因為國民黨自己的外交官 還來不及培養 北洋時期的中國的著名的外交家 全部吸引到政府從來 這和我們49年以後是完全不一樣的 49年以後毛主席叫另起無召 全部外交官是老紅軍的擔任 過去國民黨的外交官一個都不用的 這是一個基本原則 但是蔣介石他無所謂 只要你怎麼他可以繼續用 那麼 我的意思是 他也做一些改革 做一些改革 特別是對現一級行政改革也做的 當時中國的地方的官僚機構沒有 應該講還不是很龐大 地方官僚機構沒有那麼龐大 1934年蔣介石經營縣的 縣級的行政的改革 就在南京附近的江明縣 進行全國的事案改革 一個縣只能有一個局三個科 或者一個局五個科 不允許有大量的官員 所以官員不多 人民的壓力也相對小一些 是不是呢 所以他這個也做了很多次 做一些局部的這些改革 但是就是不觸及中國的基本問題 土地問題 農民問題 直接性的這些社會改革也都做了 我想他是弱勢的 為什麼弱勢的人 最重要的蔣介石沒有真正實現國內的統一 沒有實現統一 國民黨在他的黃金十年裡 都沒達到全國統一 他的真正統一是在1949年到台灣以後 是不是呢 前面都沒有統一 梁廣是半獨立的 雲慧是半獨立的 四川是半獨立的 新疆是半獨立的 山西是半獨立的 蔣介石就是以江澤為中心 當然包括武漢到山東 那有限的這些地方 這是蔣介石的中心地帶 大部分地區只是名義上 服從國民政府 所以我們說 它是一個弱勢的 這種極權性的政府 更關鍵的是 蔣介石在這十年中間 沒有能夠回應 全民族的抗日救亡的要求 蔣介石的政府在當時 被認為是一個代表 是一個應該講 它是個民族主義政府 當時世人西人都認為 蔣介石是一個民族主義政府 民族主義政府一個起碼要求是 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 要抵禦外國的侵略 這是民族主義的基本要義 對不對 但是這十年蔣介石對日本的侵略 一直是一忍再讓 一讓再讓 剛才我前面談到1928年 日本人把他的外交代表 眼睛挖掉鼻子挖掉 殘腹的折磨死 蔣介石在日記上寫下 習恥達人大了 這個仇是一定要報告的 將來終有一天要和日本打一仗 他是寫過的 他對日本他一點不行的 這是肯定的 但是他現實中對日本的 對中國的侵略是不不退讓 不不退讓 這種退讓就嚴重的危害了一個 中央主權政府的一個 一個形象問題 以及人民對政府的疏離感的問題 我們說人民對政府有個基本要求 有個基本要求 而蔣介石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 使當時的民眾 各個階層的民眾 包括知識界都對蔣介石 產生了嚴重的疏離感 所以這就是安慰讓外有問題 有問題 是吧 那麼我想 造成國人對國民政府的信心的 所見的喪失 安慰在解滅 削弱打擊地方實力派方面 取得很大進展 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 沒有被它消滅 明天我就 就要講一個關於紅軍藏針的研究 所以安慰對地方實力派 它是差不多控制住了 但是沒有完全消滅 可是共產黨 它沒有能夠消滅 所以安慰它是有問題的 也沒有成功 攘外是完全失敗的 日本人一點沒有給它面子 一點不管它的感受 繼續的擴大對中國的親民 我們想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那麼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蔣介石再不調整方針 再不對安慰讓外政策進行修改 地方就會以抗日的名義而起 要求取代國民政府 大家理解這個意思吧 你中央政府裡不抗日 我現在要抗日 我抗日的話就把你趕下台我來 當時蔣介石在1934年 35年以後就面臨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地方以抗日作為一個號召 堂堂正正 浩浩蕩蕩 要求取代南京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 1935年以後 蔣介石開始對安慰讓外政策做調整 開始做調整 可是這個調整速度太慢 1936年 兩廣事變爆發 1936年的6月1號 兩廣事變爆發 廣東的陳季堂和廣西的李宗仁等 以抗日為名 北上抗日 向南京政府挑戰 但是蔣介石是迅速的把他們撲滅掉 可是這也說明再不抗日 地方將要興起 地方要欠 所以西安事變就是一個最嚴重的信號 西安事變 那麼1936年7月 蔣介石開始做調整政策的講話 他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成立委國 承認委國 就是圍滿洲國 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 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1937年的抗戰 全面抗戰 是抗戰使中國實現的一個統一 啊 蔣介石作為全民族抗戰的一個所謂一個象徵 37年到38年他的威望達到最高點 蔣介石的威望是在193738達到最高點 全國各黨派都擁護蔣介石 承認他是抗日統帥 如果不抗日 就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這個安慰讓外政策 這十年 我想 剛才我做了一個給大家一個書 那麼下面我要講 這個時期 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態度是怎麼樣 918事件爆發以後 沒有幾天 中國共產黨9月20號就發表聲明 旗幟鮮明的提出要抗日 國民黨沒有的 我們應該實施求是講 共產黨是最早在中國提出要抗日 那 但是這個時候 中國共產黨還不成熟 1931年的中共不成熟 他們受共產國際莫斯科的影響比較深 對形勢的判斷有誤 認為918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 試圖侵略蘇聯的一個挑釁行動 這形勢判斷錯了 是要抗日的 但是918事變是好像他們要打蘇聯 是這樣的判斷錯了 那麼 在這個9月20號 中共發表聲明的時候 提出兩個口號 一個口號是完全正確 叫保衛中國 第二個口號今天看有點偏頗 叫保衛蘇聯 當然我想我剛才前面講了 這個時候他還不太成熟 還比較年輕 那麼這一時期 30年代是中國共產黨最艱難的時期 最艱難的時期 這時期又叫十年內戰時期 最困難的 熬過這十年 柳暗花明 柳暗花明出現新局面 那麼這一時期呢 雖然918事變以後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開始大規模的 這個秦越壓迫 可是 又是蔣介石的軍隊 國民黨軍隊 大舉圍剿蘇區的時候 蘇區 不僅是江西蘇區 而且是其他 厄宇晚香厄西等蘇區 受到國民黨的大軍圍剿時期 所以在這種形勢下 講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和蔣介石有什麼合作 談不上和蔣介石合作 那麼生存才是第一要務 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間 我想我們應該很客觀的看著 中國共產黨還是把抗日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這個工作呢 主要是在上海和北京 在上海和北京 主要是爭取 國民黨的下級軍官和動員 中國的各界人士和底層群眾進行抗議 工作主要是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來領導 還不是在江西 這個工作是中共中央當時還在上海 這個中央呢叫做臨時中央 1931年以後的中央叫臨時中央 江西呢最關心的是 咱們打破國民黨的圍剿 上海的中央呢 當然這時候就有一個中央就是上海 上海中央呢是考慮到 要領導全國的抗日 那麼我想這個 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派出幹部到東北去 今天我們今年對抗聯有比較多的宣傳 抗聯抗聯 過去我們對抗聯的宣傳比較少 老一點的同志應該知道 抗聯一般我們雖然是模模糊糊糊知道 但是沒有像今年這樣大對摩宣傳 為什麼呢 因為派出抗聯領導抗聯的 不是江西的中央蘇區 而是亡民路線的亡民中央 這一批在上海的同志 他們領導的在東北的這個抗聯工作 那麼1933年以後 上海中央呢就搬到江西去了 那麼留在上海的還有一些同志 特別是在北方 北方以天津為中心的中共北方局系統 和北方的中央軍委 一直沒有被破壞 這個我們過去傳統敘述 講的有偏頗 傳統敘述說是 亡民路線使我們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百 同學們看書的時候可能都有這個意象吧 這種說法今天看是說過頭了 因為在亡民路線最頂陣 危害最大的時候 就是十年內戰的整個結束 中共北方局始終沒有被破壞 每一次破壞以後又重建起來 中共河北身為一直沒有完全破壞 那麼像有個上海有個很重要領導人 就是科慶師 就一直是在北方局工作的 所以過去說的是有偏頗的 那麼黨的北方局系統和黨的中央軍委 在白區的中央軍委 做了大量的組織抗日的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過去這方面我們談的不多 今年開始談的比較多 開始談了 那麼過去不談的原因主要是 我們說亡民路線時期 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百 那麼東北抗聯 一個是由上海中央領導的 以後上海中央到江西去了 東北抗聯主要是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領導 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領導 江西離那太遠根本不從領導 散干領離東北太遠根本無從領導 所以中蘇邊境靠在一起靠在東北 是由王明等人在莫斯科領導抗聯 並派幹部從蘇聯進入中國東北 所以東北抗聯始終高舉抗日的旗幟 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充分肯定的 那麼中國共產黨全面的調整方針政策 是在1935年 真正調整政策是在1935 1935年12月 他的背景是莫斯科開始改變方針 我們知道1933年 希特勒德國 希特勒是在人民的選票價 希特勒成功的 大家理解吧 法西斯上台 不是通過發動反革命政變 是人民愚昧投票給法西斯上台的 那麼為什麼能上台 是因為這個時候 莫斯科和德國共產黨 把主要打擊目標打在社會民主黨 沒有聯合社會民主黨 因此造成的反法西斯力量不能結合 社會民主黨是反法西斯的 德國共產黨是反法西斯的 可是他們又反法西斯 又反社會民主黨 所以希特勒德上台 鑑於這種情況 1935年斯巴林和基米特洛夫 開始調整政策 法西斯是世界的最大的威脅 日本法西斯和中國法西斯 中國同志應該開始考慮 聯合蔣介石抗議 莫斯科發出了新的一個看法 這個看法1935年7月 在莫斯科就提出一個新方針 那麼莫斯科又派了一個同志 叫張浩同志 張浩同志是林彪的堂哥 叫林玉英 裝成一個商人的樣子 做了駱駝 從外門進入中國 千辛萬苦 到了山北 到了山北以後呢 傳達莫斯科的新精神 才有我們今天大家都知道的 瓦瑤堡會議 建議抗日民主統一戰線 他的背景是這樣的 摩斯科的新精神 那麼 1935年中共共產黨在瓦瑤堡提出 抗日民主統一戰線 抗日民主統一戰線 這個會議以後 中央就派劉少奇去 白區 劉少奇是1936年的3月到達天津的 去了以後 開始改組整頓北方區系統 開始實行新政策 團結各方面的力量 開始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 過去我們傳統敘述說 這是文革前的敘述說 129運動是少奇統治領導的 這也是個對的 129運動期間 少奇還在保安 跟129沒有關係 那是為了突出劉少奇的分工尾基 把他時間給他前置 1936年3月到達天津 1935年12月 129發生的時候 他還在保安 他怎麼領導呢 沒有領導 所以過去那個說法也是個對的 那麼 但是我的意思是 劉少奇去了 去了天津以後 北方的工作局面打開了 抗日民主統一戰線 特別是爭取國民黨上層人士的 這個活動取得很大進展 在閃北最重要的一個成就 就是聯合了張學良和楊武神 這是抗日民主統一戰線 最大的收穫 最大的收穫 建立了這個中國共產黨 和張楊的這種良好的合作關係 那麼 這是我大概勾勒一下 七七事變之前 中國共產黨 在抗日問題上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態度 和他們的做對打醒事件 那麼抗戰開始前 國共兩黨的關係非常緊張 可是又是一個在緊張中間 不斷調整 互相試探 建立接觸的這個過程 那麼我下面要講的就是 國民黨是如何調整和中共的關係 以及如何調整和蘇聯的關係 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 國民黨已經開始調整 對中共的關係 我們今天很多同學以為 好像中共和蔣介石的關係的改善 是西安事變 當然西安事變是非常重要 可是在西安事變之前 雙方已經有秘密接觸 已經有秘密接觸 在那個時期 蔣介石的心腹之患最大的敵人 他認為就是中國共產黨 可是他在國內 找不到共產黨 找到的共產黨都是判徒的 判徒就不能沒有辦法 他不能和這個中共的 這個領導機構建立聯繫 他很想找到中共的領導機構 要和中共進行某種接觸和試探 那麼在中國找不到 到哪兒去找中國共產黨呢 到蘇聯去找 因為那個年代 一般是把蘇聯和中國共產黨 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在中國找不到 就到莫斯科去找 那麼蔣介石就開始了 到莫斯科 開始要和蘇聯人聯絡 通過和蘇聯人聯絡 在和中國共產黨建立起關係 1935年 三五年年底 聖誕節前夕 蔣介石派了他最重要的幹部 叫陳立夫 秘密地到歐洲去 希望到蘇聯去 見斯大林 摸摸斯大林的底 同時和中共建立聯繫 因為他們都知道 在莫斯科有中共代表團 有王明做團長的中共代表團 這樣 那麼 陳立夫坐著這個很豪華的船 到了歐洲 一路上他做了很多化妝 就怕日本人知道他到歐洲去的情況 已經到達德國 正準備前往蘇聯的時候 陳立夫到歐洲去的消息 被日本人發現 蔣介石非常擔心 而且蘇聯人也很擔心 蘇聯人這個時候 雖然對日本非常不滿意 可是也怕得罪日本 所以呢 陳立夫去莫斯科的計劃 就沒有成功 消息走路 走路以後 從歐洲又重新回來 那麼沒辦法 蔣介石 還要想辦法 他1936年上半年 派了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生 當時是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武官 這個人叫鄧文宜 他的兒子叫鄧元忠 80年代回國的時候 小平同學還親自接見 這個鄧先生 在莫斯科呢 終於和王明建立關係了 建立關係了 這是十年內戰中間 中共和莫斯科 國民黨和中共初來不接觸的 1936年 在莫斯科接觸了 接觸以後 就開始 國共兩黨開始聯繫 那麼王明告訴他 說國共兩黨的中央都在國內 應該你們談判接觸 應該在國內談判 但是我這兒派一個人過去 這個人就是潘漢年 由他 他是一個國共兩黨都認識的人 由他作為兩邊的 這個接觸的一個姓氏 回去談判 潘漢年同志是怎麼到莫斯科的呢 從軍藏征途中 黨中央派陳雲同志和潘漢年同志 到莫斯科去匯報爭議會議情況 他們兩個人依舊三五年的夏天到達莫斯科 所以留在莫斯科一年時間 王明現在派達回來 進行國共兩黨之間的聯絡 那麼 我們講其實西安事變之前 雙方就已經開始接觸 開始接觸 中國共產黨在十年中間 和蔣介石的關係 經歷過三個階段 先是反蔣抗制 然後是一蔣抗制 到連蔣抗制 就是三階段 那麼 1937年 西安事變結束以後 三七年初 這個內戰就結束了 國內和平實現了 蔣介石還非常要面子 很愛面子了 他是中國的什麼最高領袖 他在和共產黨合作的同時 他通過一個重要的文件 叫根絕是禍案 禍害的禍 是禍案 他又發表文告 就是我們現在國家 給中共一個迷途之反 報效國家的機會 他們過去犯了錯誤 現在他們願意回到 國家和民族之立場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機會 那麼毛澤東怎麼反應呢 毛澤東說 蔣介石是阿Q 我們是勾建 我們要土事會 大家知道吧 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 就兩萬多人了 再打的話就完蛋了 就不能打 這個時候修養 生息 喘息是最重要的 蔣介石呢是滿嘴硬的很 要面子 所以不管怎麼說 1937年 國共兩黨不打了 打了十年 不打仗 所以國內的和平實現 國共合作實現 也為這個 37年77事變爆發 國共兩黨建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奠定了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那麼下面我們要講這個 中蘇問題這個事情 918事變以後啊 蔣介石政府就開始和蘇聯要求改戰關係 因為日本人侵略中國 中國一定需要一個盟友 918事變 日本到了中國 侵略中國東北 對蘇聯的遠東地區是個壓力 是不是呢 所以中蘇都有互相聯合之需要 可是這個時候 中蘇兩國之間有很多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1929年 蘇聯紅軍 曾經進入過中國東北 我不知道用什麼詞來謊 就是 中東陸事件 蘇聯紅軍生氣了 派大軍打到中國來 把張學良部隊打得非常厲害 張學良部隊死了好幾個將軍 中東陸事件 大家知道這個事情嗎 中東陸啊 是一條滿清時候建立的一條大鐵路 這條大鐵路呢 所謂當時產權是在俄國人手裡 雖然偉大的列寧提出來 把中東陸全部還給中國 但是蘇聯人呢 從來只是說的 從來沒有做 所以1928年呢 張學良也有不好的地方 張學良呢 就是他認為呢 這個中東陸啊 和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係 他是搜查中東陸 他驅逐了蘇方的工作人員 蘇聯紅軍生氣了 派大軍打到中國來 蘇聯軍隊在20世紀到中國來 是兩次啊 一次是1929年 第二次就是1945 1945年打完日本帝國主義 這個是好事的 幫助中國人民 那麼1929年這一次呢 看來是有些問題的 有問題的 但是當時的概念 國民黨的概念 和中國共產黨概念 是不一樣的 剛才我說那個時候 中國共產黨還年輕 我們是莫斯科的影響比較大 中國共產黨是莫斯科的一個支部 所以呢 我們應該怎麼呢 反對中國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政府 永不偉大的蘇聯 這是剛式的口號 所以陳多秀先生 因為反對這個口號 被當時的中共中央開出黨籍 就是29年了 所以 中東陸事件 中俄交惡 邦交中斷 908事件以後 蔣介石感到壓力非常大 現在應該和蘇聯人要建立關係 中蘇應該夫交談判 所以這個談判呢 就加快了談判的不妨 蘇聯人也有需要 覺得日本情願 中國東北對他有構成威脅 所以1933年初 中蘇就復交了 1935年 發生了一件大事 在中蘇兩國交往史上 是一件大事 就是我們中國的著名的 京劇藝術表演家 維蘭芳博士訪問莫斯科 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在當時 梅蘭芳仿蘇 梅蘭芳大家知道了 梅蘭芳仿蘇 可是我的意思是 1933年到1937年這期間 中蘇雖然復交了 可是兩國關係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為什麼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蔣介石認為 蘇聯支持中國共產黨 第二件事 認為 蘇聯 對中國不好 為什麼呢 兩件事 第一件事 蘇聯把滿洲國的 中東路 那條大鐵路 廉價的賣給滿洲國 日本的賄賂政權 滿洲國 這是個賄賂政府 蘇聯為了怕得罪日本人 把這條鐵路 就賣給滿洲國的 這是侵害中國主權 再一個呢 蘇聯的勢力 在中國的新疆 支持新疆的新派的軍閥 盛世財 盛世財同學聽過他的名字吧 盛世財是靠了蘇聯人的保護 蘇聯紅軍在哈密 派了兩個團 實際上是相當於兩個師的軍力 擋住了中央政府到新疆去 也幫助盛世財 抵抗住其他軍閥到新疆 所以新疆成了國中之國 大批的蘇聯軍事顧問 政治顧問都在新疆 所以 蔣介石覺得 中國的主權受到危害 因此中蘇雖然復交 兩國關係沒有什麼大的進展 沒有大的進展 但是 我們說 由於日本不斷地對中國清約 蔣介石只能 暫時的驗下那個苦果 和蘇聯人謀求改善關係 借助蘇聯人力來牽制日本 這是沒有辦法的 1936年 蔣介石把最重要的工作 都交給陳利夫做 陳利夫這個人 那麼 就和在南京的蘇聯大使 叫鮑格莫洛夫大使 簡稱鮑大使 當時中國人就叫鮑大使 和鮑大使就開始聯絡 那麼這個聯絡的目的呢 蔣介石 他認為自己很聰明 他說我們中國要和你蘇聯 結成軍事同盟 我們共濟一天 可是蘇聯人不上钩啊 蘇聯人怕日本人 他不願得罪日本人 他不願意和中國結成軍事同盟 但是呢他同意跟中國 結成一個叫互補侵犯的 簽訂一個條約 中蘇互補侵犯條約 當時中國的國力那麼弱 怎麼可能會軍曰蘇聯呢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蘇聯人意思是說 我們通過這個條約 可以援助你軍火 中國人還可以得到好處 所以1936年到37年 通過跟蘇聯人討價還價 通過和鮑大使討價還價 終於在抗戰爆發的 沒有幾天 全面抗戰爆發是七七四遍 七一月到八月二十一號 中蘇在南京簽立 中蘇互補侵犯條約 這個條約 對中國最大的意義 就是抗戰之初 唯一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國家 是蘇聯 所以我們提到蘇聯是一種 非常矛盾的態度 前面有他對中國 把滿洲國的那個什麼 把中東路賣給滿洲國 對中國不好 但是抗戰中間 抗戰初期 中國最困難的時候 是蘇聯人援助中國的 這是四十 1937年到1939年 是我們抗戰很困難 最困難的這期 以後就好了 珍珠港事變以後就好了 大家理解嗎 哈哈哈哈 美國人拉進來了 揮摩越打越好 打得越打越好 美國人進來我們就有指望了 當時蔣介石就是這個態度 軍務火就不愁了 貸款就不愁了 可是在四一年之前 我們是獨立支撐啊 非常非常的困難 蘇聯人在1937到39年 援助中國 兩億五千萬美元 就這個態度 這是兩點五億 兩億五千萬美元 這是不得了的一個數字 中國拿什麼東西還人家 我們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是鐵礦石和珠宗 珠宗大家也知道吧 那個珠啊 珠的肩膀 珠的後肩長的那個硬毛啊 叫珠宗 是可以刷這個什麼飛機 給飛機加油的 要通過這個珠宗的刷子 我們中國當時窮沒有東西 只能是用珠宗去換 其實最後中國也沒有什麼 沒有東西 真的是珠宗 還有銅油 刷銅的那個銅油 這是我們中國當時最大的出口 出口的這個最大的 最大的資 那麼蘇聯一共援華中國 援助中國多少呢 你們我想你們都知道 在武漢有蘇聯空軍啊 蘇聯空軍列世物 你們都知道吧 應該知道的吧 很了不起的 蘇聯一共援助中國 一千架飛機 一千架飛機 兩千名飛行員到中國來 蘇聯支援軍兩千名 在武漢保衛戰起很大作用 而且以武漢為中心 曾經飛東京撒船丹 飛台灣撒船丹 都是從武漢起飛的 那麼 有五百名蘇聯軍事顧問 在中國的各個戰區 當軍事顧問 蘇聯當時軍火 主要通過今天的阿拉木圖 到迪化 就是烏魯木齊 再從烏魯木齊到南州 南州到西安 這樣的這條路線過來 所以1937到1940年 大量的是在1937到1939年 40年以後 蘇聯援助就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它越來越感到 德國對它的壓力 所以它的援助 在40年以後基本停止 基本停止了 1939年 這個蔣介石又派這個孫柯 到莫斯科去 蔣介石這個人 還是滿能知人善任的 他這個選這個人到國外去 都是有考慮的 因為他知道蘇聯人很尊重孫中山 他就派孫中山的兒子孫柯 到蘇聯去要錢 基本上都要到 孫柯去莫斯科三次 三次都是滿載而歸 大大加強了孫柯在國內的地位 他就要到錢 這名他厲害 所以蔣介石呢 又讓他做中蘇友好協會會長 就每一次跟蘇聯人打交道 就把孫柯推到前面去 他知道胡適和美國人關係好 就請胡適做助理大使 因為胡適他不太會那些具體的談判等等 他就讓胡適天天到各個大學 到各個地方去演講 演講爭取美國人民對中國的友好 那麼他派蔣白禮先生 蔣白禮大家知道是前學生的岳父 蔣白禮中國著名的軍事教育家 蔣白禮先生 蔣白禮先生是劉德的 也在意大利待過的 他請蔣白禮先生到德國去 本來想爭取德國對中國的同情 所以孔強西呢 是跟英國關係比較好 派孔強西到英國去 所以每一個派的人都是沒有派錯的 那麼1939年春科到諾斯科去 向斯大林提出一個要求 他說蔣委員長請我向你提一個要求 我們想請你們再派佳人將軍到中國來 佳人將軍大家聽說過吧 北伐戰爭時期是北伐的蘇軍最高部門 北伐的最高軍事部門 所以國民革命軍從廣州一路打到武漢 打得很順 是和佳人將軍分不開的 佳人將軍和蔣介石的私交也很好 佳人將軍是三十年代初期 蘇聯五個元帥之一 叫包六黑爾將軍 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 佳人將軍 這個斯大軍說 佳人將軍是日本特務 已經槍斃了 所以要很瀟灑地告訴他 佳人將軍已經被措死 所以本來佳人將軍 他們又希望 講就是希望他到中國來 好的 這是我剛才講的這個 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出現第二個小問題 就是國民政府怎麼改善和蘇聯的關係 改善和蘇聯的關係 我們看歷史就是這樣的 各種矛盾錯綜複雜 真的不能用很簡單化的態度來看待 這些歷史上發生的事情 我特別舉出蘇俄這個情況 曾經傷害中國 可是在抗戰之初 也給中國很大的影響 這都是歷史的事實 我講第二個問題 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的 七七事變以後 它的一個基本的方針和它的成效 我想抗戰初期啊 中國共產黨力量還很弱小 它的影響主要是在政治上 中共在抗戰初期的影響 是在政治上的 實力還比較小 所謂實力 也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時候 全部加在一起 是兩萬多人 兩萬多人主要集中在軍隊 就是黨主要在軍隊 那麼現在最重要的一個情況是 要在政治上 在全中國和全世界 要亮相 大家懂這意思嗎 十年中間是一直在地下 現在獲得了一個合法的 這樣的合法化的 所以我們要在政治上 要向全中國全世界人民 要亮相 那麼這個亮相呢 首先是在政治上亮相 那麼我想毛澤東主席這個時候 他真的是非常的高三元祖 他提了一個重要的一個口號 叫做全面抗戰 全面抗戰路線 我想啊 這個 中國共產黨要在抗戰中 承擔領導的這個責任 那麼關鍵的是要吸引群眾 要吸引群眾呢 那麼如何發揮這個領導作用 這就是全面抗戰路線 提出這個口號 用這個綱領和國民黨區別開來 顯示自己的特色和特性 那麼什麼叫做全面抗戰路線呢 我想同學們可能聽說過 就是發動群眾抗戰的路線 叫全面抗戰路線 那麼國民黨的路線是什麼呢 毛主席一定要給他一個概念 片面抗戰路線 雖然這個時候 國民黨打得日火朝天 1937年我們知道 八一山抗戰啊 中古抗戰啊 國民黨的主要精銳部隊 全部投上去了 都在上 打了三個月 國民黨精銳部隊差不多可以打光 但是我們要跟國民黨區隔開來 要區隔開來 要區隔開來 那麼國民黨這是什麼呢 單純的軍事抗戰路線 沒有發動群眾的抗戰 所以叫做單純 叫片面抗戰路線 那麼我想這個 這個毛主席說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國民黨顯示出 它的一個革命性 國民黨最革命的那個階段 是1937年到38年 毛主席說是革命性突現的時期 革命性突現時期 可是它還是有最大問題 它的問題就是片面抗戰路線 那麼因為它代表大地主 大資產階級的這個特點啊 還沒有改變 而這個路線呢 是不能確保中國抗戰勝利的 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講的 中國共產黨在1937年 在當時力量還比較弱小的情況下 通過一個政治綱領 提出一個政治口號 一下子和國民黨區別開來 同時呢在全國給大家一個深刻的印象 深刻印象 那麼第二點呢 應該講是堅持國共合作 但是特別強調 在統一戰線中間的獨立自主性 抗戰初期啊 國共的這個合作 從總的方面講應該是很好的 但是出現了兩種情況 這個情況也是新情況 對共產黨面臨了一個 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就是第一個就是 國民黨希望是要同化共產黨 趁這個機會把共產黨劃掉 蔣介石啊 我們看他的日記啊 他也在抗戰以後 他的日記都寫著 他說日本人的情願只是界限 就是皮膚上生了一些血和疮 不足為患 真正的心頭大患是中共 這是他當時的日記 蔣介石日記 他對中國共產黨他看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他一直是試圖是要消滅共產黨 真的是 但是是行事使他不能這樣做 他是非常非常的 他是反共反共的一貫徑 蔣介石一輩子都是這樣子的 他非常對中國共產黨 始終是一個敵視的態度 那麽 三千年三八年 國共關係比較好 特別是1938年的上半年 也是以武漢為中心 就以你不這兒為中心 當時因為在武漢 有周恩來和王明在這兒 所以國共合作轰轰烈烈 大家你們知道嗎 就是以武漢為中心啊 這個時期兩黨關係非常好 1938年的連初到38年的七八月 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志都提出來 要保衛東方馬德里 保衛大武漢 東方馬德里 那麼 可是蔣介石 他看到這個中國共產黨 在僅僅一年時間 力量大大發展 1937年就有2.67 2萬七八千人 到了1938年 變成了20萬 嚇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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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很害怕 所以38年年底開始 蔣介石通過新方針 就是要容共 把共產黨容掉 限制共產黨 蔣介石的內譜文稿 我們都在檔案裡看到 表面上稱共產黨叫有黨有軍 內部叫兼匪兼党 他看到共產黨那樣大發展 他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 那麼這是一個情況 就是國民黨的 對中共的態度 在38年以後 是越來越會勇散 越來越強硬 以後37年38年還好一點 到了39年40年41年 發現中共人員是抓起來的 是抓的 38年只要是公開化的 他不抓 那麼在中國共產黨內 由於受到蘇聯的影響 王明的主張一度在哪上空 王明的主張就是 比較強調公共合作 比較強調統一戰線 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這個也不是王明的法律 是從莫斯科來的 那麼這個看法呢 到了1938年的90月份以後 延安開了一個會議 叫中共六戒六中全會 這個看法呢 事實上被毛澤東就給他批評了 沒有點名的批評了 毛主席趁王明和周恩來 在武漢開會的時候 他在那兒就批評了 當面不好意思了 當面不太好意思了 正好他們 他叫周恩來帶非信給蔣介石 要麻痹一下蔣介石 他說蔣介石呢 你是全民的領袖 我們國人無不從養 這個信以後都公佈的 就是毛主席是革命策略大師 他要麻痹一下蔣介石 哈哈 那麼這個 六中全會以後 王明的那種所謂誘金觀點 在共產黨內市場越來越小 或者慢慢的或者迅速的就肅清了 中國共產黨開始放開手腳 大大發展 大大發展 利用抗日的這個好機會 大大發展 當然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同時要發展中國共產黨 因為毛澤東相信 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民主的希望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就是民主的發展 他老人家是真的這樣想 所以1944年 他在延安給董畢武同志一個電報 這個電報這幾年公開了 我們要想辦法利用這次抗戰 拿下全中國 這黨內是這樣講的 黨內外人不是到的 所以外人不是 拿下全中國 利用這次抗日戰爭 拿下全中國 這很好理解的 蔣介石也希望的 蔣介石希望拿下全中國 變成國民黨的 毛主席希望拿下全中國 變成共產黨 所以他們兩位都是非常有戰略的眼光 戰略的眼光 眼光看得很長很緊 那麼 剛才我說 毛主席很會發明詞彙 他的這個理論創新能力 創造詞彙的能力 真的是第一流的 蔣介石不會的 蔣介石在外面擦得很 毛主席有新概念 比如說汪精衛當的漢階 那麼蔣介石我們怎麼稱呼他呢 蔣先生公開場合下叫蔣先生 延安有的時候還把蔣介石的照片 向打出來 但是呢毛主席發明一個詞 他是頑固派 就是蔣介石是個頑固派 那麼我想呢 這抗戰中間呢 兩黨關係雖然實有摩擦 始終沒有破裂 始終沒有破裂 證明這國共兩黨 都還是考慮到國家民族利益的 雖然他們有矛盾 經常摩擦 但是始終沒有破裂 這是我剛才講的這個政治方面 一個是全面抗戰 第二個呢是 國共合作 但是堅持獨立自主性 第三個方面 就是軍事方針 這點特別重要 毛主席這一輩子 他是世界上毛主席 他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 可是老人家一輩子從來沒有摸過槍 別的人老革命家 不是身上受一個傷了 打了一個洞了 毛主席從來沒有 所以他自己也很自 是不是剛才我講 韋國欣同志呢 或者哪個同志呢 不是找了一個腿呢 就是找了一個傷了 什麼多一個傷了 毛主席沒有啊 他自己很得意的 他說我是律領大學畢業的 他看不起國民黨的 什麼這個國防大學的 黃埔軍校的了 我們農民能打敗那些黃埔軍校的 確實是這樣 那麼軍事方針呢 老人家在1937年以後 曾經是思考很長時間 為這個事情呢 很多同志暫時還不理解他 不理解他 但是呢 最後呢 毛主席的看法 暫居上風 毛澤東在抗戰爆發 初期就提出來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間 應該的一個基本的軍事方針 就是要改變內戰時期的 運動戰的這個習慣 而轉而變成游擊戰 游擊戰 以及不放武器 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但是以游擊戰為止 大家理解這兩者理解還能 這兩者的差別還能理解啊 運動戰比如說幾千幾萬人的 或者是一萬一萬多人鋪上去的 或者是八千人三千人鋪上去的 叫運動戰 尤其在我們騷擾敵人 有利情況就大 我們那情況下就跑 這是就是就是十六指方針呢 就是低筋抹推啊等等等等的 重要的條件 是要壯大共產黨的革命根據 這是最重要的 以游擊戰為中心 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那麽壯大共產黨領導的根據 因為共產黨軍隊在抗戰之初非常弱小 不能和敵人打硬仗 也不能去拼拼消耗 只能打獨立自主的三地游擊戰 這是毛澤東的看法 1937年8月他就提出來了 8月29號就提出來了 這個時候國民黨在松浦戰場打的 七十萬軍隊不上去了 那麽出席毛澤東主席的這些看法 得不到八路軍高級將軍的支持 我們的一些老同志啊 這個老紅軍啊 他們恨不得馬上去衝趟戰場去 不太理解毛主席的高瞻援阻 那麼 8月9月10月這三個月 是毛主席最著急的時候 不斷的給前方的將領發電報 要求他們盡量的到敵後去 不要和敵人應聘 那麼 這是歷史事實 我們的所有文件都公開的 那麼 半年左右 我們軍隊的統治 終於理解了毛澤東的看法 本來他們是想和國民黨配合 而且確實做了很好的配合 可是隨著日本軍隊從山西進入 清越進來 國民黨軍隊抵抗了一陣子以後 也撤退了 中國共產黨想和國民黨軍隊配合作戰 也配不起來了 因為國民黨跑掉了 怎麼辦呢 我們只能是到敵後去 自己去開疆脫土 就是 國共和友軍聯合作戰的條件不具備 那麼這樣子呢 我們講一年以後 只有一年 八路軍在華北就開闢了幾塊大的軍軍 成效非常大 所以軍隊的高級領導同志 全部信赴毛主席的領導 有半年左右不太挺毛主席的 以後全都挺他的 那麼 我們說這個 八路軍一年以後 從兩萬多發展到二十萬 到了1945年 正規軍有120萬 終於有了和蔣介石一決死雄的本權 要打仗要有實力的 這是我講的軍事方針 第四點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方針 共產黨在這個時候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抗戰和社會的基層的改革結合起來 抗戰和社會的改革結合起來 抗戰是共產黨實踐其社會改造影響的一個重要的事情 共產黨有一些自己對社會的一些大的想法 這個想法呢 在抗戰這個階段開始實現 創造出許多新經驗和新模式 成為以後 建國的一個基本的依賴路徑 49年以後 建國很多的經驗是從前面來的 什麼叫做抗戰和建國這兩個結合起來 不僅僅是要抗擊日本帝國主義 去除日本帝國主義於國土之中 我們還要利用這個時候 建設一個新國家 抗戰和改革要結合起來 那麼蔣介石對這個問題有沒有想法呢 他也是有想法的 1938年的五月份左右 也是在武漢 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通過一個重要綱領 叫抗戰建國綱領 抗戰必勝 建國必成 要通過抗戰 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這是1938年春天 蔣介石在這兒提出的口號 這個口號應該講不錯的 它是抗戰建國兩個方面都要結合起來的 可是我們看國民黨說的多 甚至說的也不多 做的更少 做的很少 除了牆上刷了幾條標語以外 很少的標語也不多 沒有什麼 所以國民黨他在八年抗戰中間 當然他承受到最大的日本的這個壓力 侵略壓力 可是他是一個中央政府 他還是有其他資源 他應該把社會改革這一方面的工作做起來 他沒有做 基本做的很少 所以1943年以後 剛才我前面講 37年38年 全民擁戴 蔣委員長 達到全民擁戴 到了40年 41年 42年以後 情況就開始變化 我們知道這個 人們的愛國激情 在一個突然的時期 郭珀家王 等等等等 它有個奔放 可是八年抗戰是抗戰八年 八年中間不可能天天都是激情滿懷 它會面臨很多現實問題 比如說國民黨的腐敗問題 國民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這些東西成為一個 人們印象深刻的一個事情 所以1943年以後 國民黨 特別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的 獲得的支持度迅速下降 1943年是一個分界線 本來知識界 基本認同國民黨 抗戰以後了 基本認同 但是43年以後 由於國民黨對社會改革這方面 做的很少 甚至不做 國民黨在腐敗的方面 加速的發展 所以43年以後 國民黨開始失去人心 失去人心不是前面 是43年開始 主要是在大部分 那麼 43年以後 國內的知識分子 開始普遍的思想 左傾化 左傾化 文藝多呢 文藝多原來是支持蔣介石反共的 支持的 28年29年30年左右 都是支持蔣介石的 但是到了43年以後 還通知共產黨的 真的 那麼中共呢 非常利用了 非常的重視這個 八年的這個時間 要實踐自己的理想 同時把社會改革和抗戰結合起來 這是他以後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方面 那麼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 毛澤東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講的非常對 他說 世界上的事情 他就怕認真二次 他的意思是 共產黨最強認真 那個時候真的是比較強 真的是比較強認真 腳踏實地 滿懷理想主義 我去過山西 我不知道這兒有沒有山西的同學 山西和陝西那一帶 窮襄披壤 共產黨增入到每一個村子裡面去 這個沒有一種理想主義 沒有一種艱苦精神 是根本做不到的 國民黨是穿皮鞋的黨 共產黨是穿草鞋的黨 大家理解吧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是這樣的 所以共產黨 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基層去 第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 減租減席 減租 國民黨始終沒有做 解決中國最重要的問題 國民黨雖然對這個問題 非常憂慮 但是始終只是保持在憂慮的層次上 沒有進入到操作層次上 1943年 有一個國民黨的高級官員 他是當時 國民黨派到延安去的一個代表 也是今天的這個 我們很多學者都知道的 那個海外新武家的一個代表性人 我叫徐福官先生 徐福官 有沒有同學聽過啊 哲學系的同學 徐福官 徐福官先生是當時的國民黨少將 派到延安去的國民黨觀察員 在延安待了一年 1943年待了一年 回到重慶以後 對國民黨前途感到絕望 當時國民黨 應該看還是上升啊 開羅會議剛剛開 蔣介石作為這個中國的領袖 到開羅去 和丘吉爾 羅斯福在一起開會 感覺好得不得了啊 大家理解吧 但是徐先生 他為什麼悲觀絕望呢 他看到共產黨在延安 在根據地一經圖治 扎扎實實 看到重慶 每天是昏天黑地 所有東西 只是停留在那個感想的層次 憂慮的層次 沒有進入到操作層次 他非常擔心 中國的農民 全部給共產黨吸引過去 所以給蔣介石寫了一個 一個意見書 這個意見書 蔣介石也覺得很好 下令高級的 最高級的那些官員 不想傳略 但是只是在傳略 當然最後蔣介石還想到他 1949年蔣介石下演了 大家知道 49年年初 蔣介石下演 李宗仁上台 蔣介石回到鳳華老家 緊急召見徐富官 叫徐富官 在鳳華老家 幫他起草 國民黨改造計劃 這就是1950年 國民黨逃到台灣去以後 非常重要的 1950年7、8月份 啟動的國民黨改造 國民黨改造運動 是在50年進行的 前期的全部成為工作 是49年的2、3月份 在自交更好 蔣介石 49年2、3月份 已經知道了 不行了 完全不行了 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49年的2、3月 共產黨還沒有橫渡長江 不 沒有 沒有打過長江來 百萬雄士過大江 還沒過來 但是蔣介石知道 已經不行了 大志已去 我的意思是 徐先生早在1943年 就給他寫了這個東西 要他進行社會改革 特別是在中國農村 要進行社會改革 蔣介石沒錯 那麼 我剛才講的這個 簡足解析 對中國的知識分子 有巨大的吸引力 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 都對共產黨有好感 以至於美國 也對中共 有非常大的好感 就因為中共 他們認為中共是社會改革者 社會改革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政治層面上 也做了努力 事情三三制 三三制圖 聽過吧 共產黨員多少多少多少 所以 有一個散干零的 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民主制的一個常識 再一個 第一次 是對中國的底層民眾 使之動員起 我們看近代中國的變革 都是集中在通商 沿海 通江 口岸 都是在城市 這個改革很少 進入到中國的基層和底層 大家看是不是 所有改革都很少 進到鄉村這一期 共產黨是第一次在抗戰中間 深入到中國的最基層 通過政治運動 把農民組織起來 這是成功的一個 以後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那麼 再一個 還做了很多方面的 歐華社會教育分俗改革 做了很多很多 我這裡沒有時間多講幾點多 做了很多 特別在教育方面 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 我稍微簡單講了幾句 散干領邊區 原來是一個極端落後的地區 實質率是1% 1% 整個散干領 實質的人是1% 地主也不是自 好多地主不是自的 女孩子幾乎沒有讀書的 地主女孩子也不讀書 極端落後 共產黨去了以後 在那兒開始做 較踏實際的掃訪工作 這個 應該給予高度評價 應該給予高度評價 把抗戰和社會改革 和政治動員結合起來 第一次把一些政治上的概念 告訴底層民眾 底層民眾搞不清楚 那個底層裡面 你們說那個 那個山派派裡面 他也搞不清楚外面 是不是抗日啊 也不知道的 也沒有電 什麼也沒有 也不是字 根本不曉得外部世界 是什麼 經過共產黨的政治動員 和教育 幾層民眾都會講政治大道 這個不簡單 你們看是不是 現代化要使民眾 有一定的知識 使之動員起來了 那麼 那麼當時就講呢 說我們要消滅文盲 消滅文盲是要提高民眾的政治文化水平 我們要提高大眾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思想 要動員群眾抗戰 我們要通過掃盲 要讓老百姓學會運用民族的能力和習慣 另外呢 我們還要讓老百姓知道這個增進日常生活的知識和暫時知識 暫時的知識 比如說飛機來了 飛機來了應該怎麼樣 應該拖倒 這要交代 大家懂吧 對於那個從來跟外界沒有聯繫的 不知道的 那個地方極端落後啊 1945年我們有些老紅軍 陕北紅軍 到東北去 有的是經過北京 看到這個北京的那個車子 馬路上有公共汽車 非常奇怪 房子怎麼會用的呢 這是真實的奇怪 因為它沒有那個概念 因為不是字 它沒有那個概念 所以 在這個極端落後的閃甘領邊區 經過幾年 教育有很大發展 女孩子的讀書 38年39年居然有1 我看到這個有數字了 1939年 1941年 整個邊區 小學已經有1300多所 有43000多名小學生 比如說有一個縣 在1938年 只有一個女生是女小學生 過了一兩年 有500多個小學生 這是很大的進步 很大的進步 包括這些方面情況 國民黨總統 對閃甘領邊區的調查 我們根據黨案看到的 他們也承認 他們說這個邊區 是個極端落後的地方 大多數人連報紙都不會看到 經過共產黨這幾年 包括婦女的十字等等 都有明顯的提高 當然比起 國內的其他進步地區 還顯落後 但是這個進步 還是應該看到 這是總統 對當時邊區的教育情況的 一個報告 內部網報告 我的意思是這個時候 共產黨是腳踏實地 做了很細緻很認真的工作 這個工作就是 面對社會基層 國民黨沒有做 沒有做 那麼當然 除了這方面以後 在抗戰中間還有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 進行了黨內思想的整頓 或者整理 重新 不是重新就是 缺帝了毛澤東思想的 那個指導地位 和毛澤東對於中國共產黨的 那個領導 一些領袖的地位 我想這個 總的說 這個抗戰 對於中共的發展 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那麼 應該講 我剛才 通過剛才這幾個方面 我們應該實事求是的看 中國共產黨在八連抗戰中 是積極抗戰 而且是和社會改革是結合在一起 那麼 這個時期的經驗 對以後的經驗 都有一個重要的影響 所以我今天的報告 就簡單講這兒 同學們有什麼 我們可以再互相交流 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郭先生有什麼 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互相分享一下看法 高尔斯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就是918事件以后 东北能信 作为东北军的主帅 战畅两家军 他是否应该承担一个相当大的责任 谢谢 应该的了 应该是张学朗当然是有责任的 所以当时我们国人对张学朗是非常不理解的 不是不理解是非常批评的了 张学朗这个在30年代出的口碑非常不好 大家知道他这个是 一般认为他是个花花公子 他有吸毒的毛病 这个对他的评价不高 张学朗的声望的变化是 西安事变以后 西安事变以后 他作为东北军的主帅完全不抵抗 这个是有问题的 关于南京政府蒋介石 是不是给他下达不抵抗的指示 现在学朗有不同看法 有互相对立的资料 互相对立的资料 有的说蒋介石给他下达命令的 有的说没有 蒋介石 张学朗自己他讲的也是前后矛盾不已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作为东北的最高统帅 他放弃守土的责任 这个应该讲是有问题的 好的 东征团明天讲的 稍微提起 东征是这样子的 东征是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1936年是非常非常困难 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讲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长征到达 三北以后情况就好像好起来了 当然总的情况是不错 我们今天回头看 好像三五年到达三北以后 有一个新局面情况开始越来越好 但是1936年上半年情况还是非常紧张 一个紧张的表现是什么呢 国民党的大军就开始包围散干领 你不是叫散干领 36年还没有散干领 就是包围散北 以保安为中心的散北 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军事上压力 好在核心的包围圈里面 最大的包围力量是东北军和西北军 以后毛主席周恩来成功地化解了张扬 和张扬建立了良性的互动的统战关系 就把这个最大的威胁化解掉了 这个是在它的效果是在后面 36年在下半年 36年上半年最大最大的困难 是粮草和经济困难 红军去了就两万多人 两万多人 这两万多人应该讲人数不多 可是散北这个地方太穷了 地级民品 而且是散北红军在那儿闹 红军闹了好多年 那个土豪打过好多次 大家懂吗 土豪就没东西可以打了 我们过去筹量筹款 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量筹款的 长征途中还好一些 长征途中啊 一路可以打土豪 江西已经没有打的了 江西中华初线共和国的那个后期啊 没有土豪好打的 全部打完了 散北没有土豪好打 几万红军在那儿怎么办 困难到极点 困难到极点 太困难了 那么怎么办 往西边去 西边曾经也有 也想过一些 比较好的是东部 东部 延熙山啊 是个这个土豉处啊 延熙山大家知道吗 延熙山的三西林啊 就是比较 你们看过什么奇家大院 什么大院吧 就是有票号啊 等等啊 还有处啊 什么 就是很会这个 使钱增值的 平安 对 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出东征抗日 本来就是当然提出抗日口号非常重要 也确实希望抗日 只要你蒋介石同意我们 我们马上开到抗日前线 只是蒋介石分锁 那么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粮草和钱款的问题 打了三个月 打了三个月呢 很有收获 很有收获 解决了这个粮草和款这个问题 再回到这个黄河 这边是米西的地方 五十万打烊 解决了军队的很严重的危机问题 五十万 三西土材所很有钱 我看了那个蒋介石的传记 然后就说蒋介石九岁上部 就是书里面评价 他跟那个西方的西德勒 还有南文的人很相似 他们都是从 就是很平庸很基层的 那个发家的 然后是这样 我想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明山的木梁 所在的参谋 所在的经济上的参谋 但是为什么前后 他有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参与 他以前领导 领导 防备军的那些工程 他每次基本上都是地上 但是为什么后来 就结结败退 然后还有 他在中国统治了 中国为什么把中国 当时 能够掌控中国 但是后来 把中国给丢卸 为什么能够把 台湾发展得那么好 这些问题太多 都连串的 是一个蒋介石系列了 是不是 或者你找一个问题 太多了 你看这个 从前面 从年轻时候 一直到台湾 能不能提交一下 蒋介石 他的那种前后 人生的前后 那种重要反折 蒋介石首先呢 当然是中国的 那个时代的一个 大时代下的一个人物了 当然是受制于 那个时代的 对他的影响 首先我想很简单讲 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 中华民族啊 民族主义者 应该讲他是 他很早很早 我去讲一个小片段 蒋介石在1912年啊 从上海到了这个东京去 他在上海曾经刺杀 陶城章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 同盟会啊 和光复会对部有矛盾啊 蒋介石他还是一个 什么血腥之士啊 他曾经是要杀 暗杀队的 逃亡 逃亡到东北 不 逃亡到日本 在日本办了一个杂志 年轻时还办杂志呗 这个杂志叫军僧杂志 军队的军 声音的声 军僧杂志 一五半的六七 是他主编的 他主编 而且他基本他写稿 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来 对中国最大的威胁 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俄国 而且他也提出来 中日啊 必有一战 没有这一战 无从喜缺 中国的民族耻辱 我觉得很有意思 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时期啊 他写的都是笔记中 也有瑞士的话 所以两个人在这一点 都是异曲横工啊 都是民族主义者 或者是爱不除义者啊 所以我想这个对他的一生是应该都是基本没有变的 就是是个民族主义者 至于你说他的打仗问题呢 蒋介石是这样的 好像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他有过一个评价 蒋介石呢 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 战略上的眼光很不错 战术啊 还有问题的 他的指挥经常下达到师以下的这个指挥 我们说这个真正的统帅 应该给这个你底下的大将有充分的自主性啊 给他一个大概的方针就可以了 他一直下达到最后面 甚至到团一级 很僵硬的一个人 他在日本四官学校收获了这个学年 日本四官学校啊 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教育啊 是非常僵硬的一种教育 所以这个人啊 呃 我相信毛主席和周恩来讲的那个 都是对的啦 就是战略上的感觉不错 战术上很有问题 至于他的 军事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几个成就 一个是北伐 北伐今天我们也很难说是到底蒋介石指挥怎么样怎么样呢 当时的基本上的北伐的所有的军事计划 都是嘉仁将军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制定 苏联顾问团制定 这是北伐这段时间 抗战时期当然打了很多仗 那么这些仗有胜的也有 也有实力的 解放战争中间 没有什么成功的 没有成功 唯一的一个国民党方面比较成功的 就是白重洗的部队打到四平街的那一次 那也不是蒋介石 是白重洗 白重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高级将领 对他很尊敬的 就是小祖阁白重洗 所以 蒋介石到底军事上怎么样 我自己也感到疑惑 所以我不认为他军事上 有什么 有什么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什么他的长处 他在十年内战时期 主要是靠德国部分 北伐是靠苏联部分 这个解放战争时期 四五年以后 当然有美国人给他一些帮助 但是那个藏基本上是他指挥党的 林郑又是换将 一会儿换这个什么熊市会 一会儿换陈城 在东北 有些问题 应该讲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回答你这个关于金石藏人 至于你刚才讲的 什么台湾那些东西太多了 好吧 给同学其他东西 好 高先生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四五年之后 抗日胜利 和产 共和产是大 除非要是从中国这个大选举 大基础 大政委这个 跟你们讲话 共和产就没有什么 能不能形成只假党制 第二个问题就是 根据那个黄远宇先生的大军官 他认为这个 共和产在抗日 这个两大共产就是 共产党化是出现了七层 结果 国民党出现的是上阵机构 国民党因为失去了基层 所以失去了天下 你对这句话 什么 先讲黄远宇的 黄远宇这个看法有道理的了 黄远宇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 他年轻时候是从军的 在国民党地区军官 他对国民党的这个运作的 基本东西是有深切的感受的 他写过的那几本书 什么通过蒋介石的日记 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清楚了 就对蒋介石日记 他有个分析 他有很多书 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就是刚才我也讲的 国民党的基本上的改革 很少深入到社会基层 共产党是到基层去的 至于国民党是不是贡献了 一个上层结构 这个呢 还可以研究研究了 近代以来这个上层结构 整个我们中国的政治架构了 不是从国民党时候开始的 是从满清朝的后期 清末新政就开始了 是不是国民党贡献了 我就在传计 所以这个是我回答你的 这个道路来回答 第一个 王仁宇的问题 第二个你刚才讲的 1945年国共和谈 有没有这个成功的可能 国共和谈可能主要取决于 国内的 国内和国外的 那个环境的制约 那个条件 我认为这个 只能是这两党 长期并融相见 斗争是对的 妥协是暂时的 妥协是暂时的 1927年以后 是学海深仇 大家知道 1927年 蒋介石先拿起刀 这个应该是很客观的 蒋介石是先杀共产党的 所以毛主席讲 共产党也拿起刀 这样子呢 这个打仗 是一直打了十年 抗战中间呢 为了民主利益 双方呢 就是这个 这个阶层的一个 抗日合作 但是矛盾摩擦 是一直没有断的 所以两个党 都有自己 改造中国的大路径 大的观点 大的看法 那么如果说 能结成一种 临时性的合作 是取决于 那个环境 和条件的制约 如果没有 这个条件制约 迟早还是要 一群自求 我不知道 可能是这样 一个看法 高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 我们现在的政府 对于 原来国民党的 抗日老兵 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听其他的老师 说 这其中存在 非常不公正的现象 你对谁有什么看法 现在 我想今年 我们今年抗战 4060周年 对国民党的一些 抗日老兵 都给予很好的评价 也承认他们在 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那么这是 现在我们是给予 比较好的评价的 我认为这个是事实 你们可以看 不管是我们身边的 还是有关宣传 但是过去 为什么呢 过去是存在着 你刚才讲的情况 主要的是这些 国民党的这些 抗日老兵 很快的到了 1945年以后 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 他们又成了反共的 国民党军队的那些成员 所以建国以后 在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中间 就不可避免的触及了他们 就把他们抗日的那部分 就淡化和模糊了 凸显了他们在四五年的 搅供反共 海海战役 被俘 这一面 所以我们考察这段历史的时候 不要忘记 前面的国共的 冲突斗争的历史 今天事过境迁 又过去抗战 过去这么多年了 国共内战早就结束这么多年了 台湾的情况 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今天是另外一个态度 我个人体会是这样子的 我想问您一下 关于临阵访问大陆以后 国共呢 关系的变化 请台湾您看吧 年战 我见了很多台湾朋友 我去年在上半年 在台湾半年时间 台湾的大选期间 我都在台湾 那么在这个320大选前几天 313 这个南营啊 国民党南营在这个 所谓总统府前面 有一个几十万人的打击会 我就站在那里 离年战就差不多这么远吧 这么远 然后年战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 跟他的夫人 哎呀走到地上 趴在地上 亲吻土地 我都看到了 年战当时在台湾了 大家对年战的 年战这次到大陆非常非常成功 台湾人从来没想到 年战这么会说话 年战是个笨嘴笨声的人 都会说话的 这次在大陆 大家都认为他很会说话 很多人对年战的印象非常好 当然年战是一个爱国者 也是一个坚持中华民族本位 这样一个政治家 那么他带动了这个 当然不是他了 也是我们国内 我们的领导人 双方建立了这样一个 国共养党之间的 现在一个新的 或者叫合作 或者叫互信的这样一个基础 应该讲 国共养党关系现在很好 现在问题不是这个 国民党不是执政党 大家听解吗 国民党不是执政党 国民党现在这两天 同学们知道 12月初就是国民党县市长 就是台湾县市长竞选 国民党在一些县里面是领导权 有些县市是由民进党执政 有些县市是国民党执政 当然作为我个人是非常希望 国民党能够这个08年能翻身 但是可能随时都会有新的变数 再加上马英九 马英九先生当然我对他预想非常好 很多我们国内的同胞 对于马英九先生预想也很好 但是马英九太苏生气 苏生气 大家知道吧 陈水扁多厉害呢 陈水扁是黑白通吃 真的非常厉害 陈水扁像个革命家 马英九是一个苏生 是一个非常好的官员 所以马英九这样子 能不能整合国民党 能不能在08年卷土重来 都是为之处 所以希望国民党能执政 因为国民党到今天为止 起码它叫中国国民党 对不对 就是海峡两岸还有一个基础 有一个中国的基础 高教授你好 我就刚刚说的国民党 黄金十年 它那个教育办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也听说 在抗战期间 国民党除了把财政投资 投资是军事之外 就是投资是教育 那么您认为国民党在教育方面 它成功的情况下怎么 另外对于我们现在政府 对于政治投资这么少 那另外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第二个问题 够了 够了 你这个问题就很多了 两个了 好的 我现在以后一个问题了 我真的没有这么研究 你们这个教育系的同学 可能教育系的老师有研究 没有研究就不能发言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今天教育经费是多少 所以这个呢真的请同学抱歉 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抗战中间国民党对教育方面做了哪些事 应该给予它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评价的问题 应该客观的说 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间 还有一件事 刚才我是没有时间讲的 这做的很不错的 就是在教育 我们知道抗战使中国教育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教育从此有三块教育 一块教育就是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点的那个教育 第二块教育是人县区教育 第三块教育是大后方教育 大后方教育 蒋介石当时任命谁 任命他的最亲戚 陈立夫做教育的部长 陈立夫在八年抗战中 做了七年半的教育部长 陈立夫今天回走他一生 好像失败为多 但是他比较成功的 是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中间 国民政府对教育 在当时情况非常差的情况下 可能和陈立夫也有关系 倾注了很大的力量 有一点印象给我非常深刻 国立的大学 国立的中学 基本上这个学费是免的 或者是很少的 甚至是很多国立学校 伙食费都是免的 所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在还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 所以陈立夫自己讲 他在抗战中间 他去了很多大学和中学去视察 虽然同学们吃的都不太好 青菜啊什么萝卜了 但是有饭吃 没有因为抗战 没有因为家穷 就是在学校读书各个图子 是政府在当时最困难的情况下 还博出了款项 支持教育 所以这边呢 我想 这个应该说 是做了一件好事的 应该给予一个正面的 一个评价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应该是哪一个建议 好 您先说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问个问题就是 有个观点说 就是关于整份运动的 就是整份运动是 虽然给以后的共产党 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但是当时 就是把共产党变成一个 行动和思想高度统一的一个团体 然后客观上保证了 共产党的利益最高化 那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是 新市军说 是毛泽东故意 调遣新市军 去刺激国民党 然后 促使国民党进攻新市军 然后达到毛泽东 减除党内议党的目的 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谢谢 第一个问题呢 我想你刚才讲的差不多了 就是整份运动 对于实现党的思想 和组织的统一 那么 对于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和正义呢 是起很重大作用 这个没问题 就这个问题 你回答到这儿 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那是一种说法 只是一种说法 缺少很多的材料的 事实的证明 所以我们谈论问题的时候呢 还是要建立在一个 那个资料呢 不仅资料 要有资料 还要对资料进行考骗 还有互相对立的资料 要进行分析 所以后面这个呢 是一种推测 它有一些线索 所谓线索是什么呢 因为人们都了解到了 毛泽东和向英之间 是长期有矛盾的 向英啊 是有矛盾的 那么 曾经两人的矛盾 还比较多 等等等等 那么从这个 逐渐逐渐地去扒载 去演绎那种想象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现在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充分的材料基础上来证明这种判法的 只是一种判法 来 先让后面女同学先收好吧 叫什么 刚才你提到了胡锦舍 我听到一本书 这个蓝衣色碎片 然后你也对 是对胡锦舍 做了一个介绍 就是他 也对胡锦舍 是一定要是 比较不坚定的 一种判断 然后 所以就是 他就是 比如说 以他们的侧户力观 后来是发展出的 在一个 肯定的地区 然后就是说 对 比如说在华北地区 去背靠基本的侧户机关系 这个专门是 这个专门的问题 那我想的问题是 您认为 对他的公共产党是最强的 好的 好的 这个 没有去传说的 还是 他去你去讲 这种专门 我们去讲 这种专门的侧户机 就是 这种专门的一个 刚才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时间去多讲 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复兴社了 其实呢 这个 关于这个特工组织啊 或者叫秘密组织啊 研究历史的老师都知道的 在二十世纪啊 在中国 中国共产党比 国民党还早了一些 就国民党的这方面的 特别组织 产生于中共特别组织之后 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共的统治 在1927年 大革命失败之前 就已经有这样的领导机构了 所以我们党的这方面的领导机构 红色之父 是周恩来统治 那么 这可以理解的 这个没有什么 你刚才讲的复兴社了 复兴社是这样子的 30年代的国民党有一种思潮 就是说在这个日本的 这个侵略压力下 那么又是面临着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革命 那么又面临着 地方实力派的这种挑战 他们又要搞民族复兴 蒋介石提出一个口号 叫民族复兴 那么蒋介石呢 刚才我们也是没有时间讲 他除了讲三民主义以外 他对三民主义做非常通俗的 甚至是庸俗化的解释 他也试图把它和传统文化结合 他说中国民族复兴呢 应该是恢复 礼义廉始 四维巴德 礼义廉始 国之四维 四维不章 过来灭亡 就是在民族危机 社会危机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空谈礼义廉始 当然他已经割裂出他的一个基本想法 他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现在会遭受日本侵略呢 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固有道德 礼义廉始都丧失掉了 因为我们缺乏民族自信心 所以我们一个是吸收了一个西洋来的坏思想 自由主义 第二个我们吸收从苏俄来的坏思想 共产主义 所以我们应该建立以中国正统思想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正统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说了 他说了很多话 那么为了配合他这一套东西 他有一个民族复兴运动 民族复兴运动 民族复兴运动不是光说说 他必须要有人来操作 操作的人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三民主义地形色 他是一个核心组织 三民主义地形色当时很多人不知道的 他的外围组织是复兴色 蓝衣色 他是一层一层的 复兴色的成员是一般性的 也包括一般的大学生 一般的知识分子等等等等 他是一层一层的三级组织 那么复兴色他主要做的工作 一个是反共 第二个是反日 第三个是反地方军防 三个工作 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抗战初期 蒋介石留在这个上海地区 南京地区 包括北平的留下一些复兴色的特务人员 他们做一些刺杀 汉奸的工作 是有这么回事 那么我个人理解 他们都是还是爱国之士 因为他们是 这个刺杀的是汉奸 都是大汉奸等等等等 所以复兴色他们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本书 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 他们肯定了复兴色的那些爱国行动呢 大概是这样 好 是不是这样 我后的话没听清楚 你后面讲的 你讲的说你利用的什么 那是他的作者的一种解释了 告诉我我问一个奇怪的两个问题 这比较奇怪吧 我在那个网站上 他现在那个日本教科书不上网 我把那个日本教科书看了一下 他上面是这样讲的 他说 日本为了实现那个大中亚共融 说是把军队开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 还说是受到那个 中国当时的那个伪政府 光金卫伪政府的支持 就是您对这个 他一个光金卫 他这个伪政府 您是 是这个怎样看的 好的 第一个你刚才讲的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的这个清越 在1937年以后了 他不仅清越中国 他就清越到南洋 他清越到英国的殖民地 原来的殖民地 缅甸 新加坡 等等地方 包括清越到 当时的赫兰殖民地 今天的印度利西亚 在这些国家 原先都存在着一个 反英 反赫的 这种民族主义运动 同学们还理解吗 比如说 印度利西亚的一个开国之父 叫苏加洛 我们很多老同学知道 苏加洛总统 苏加洛是印度利西亚以后 四五年以后的总统 苏加洛 他们当时都是对日本来的人 他们对日本所欺骗 日本当时为了迷惑 包括这些第三世界的 东南亚国家的人民 他们说 我们要驱逐白人帝国主义 白人帝国主义了 他们是用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掩护的 就是在缅甸 在印度利西亚 都有一些人 曾经短期内 对日本的这个面目 看不清楚 但是很快 他们以后都看清楚了 所以他们既成为反日的 又是反英的 都是二战以后 东南亚新姓民族 独立国家的 这些领袖人 这是我对当时的这个 所谓大东亚 驱逐白人帝国主义 这个一个看法 至于你刚才讲汪精卫 汪精卫这个我个人是 我认为在我这儿 没有任何问题 他是个汉奸 我一点 今天很多人会 汪精卫什么敏冤教曲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就是汪精卫确实是在一些 重大问题上 他越过底线 我们知道人有一些底线 是不能越过的 民族大义 这个底线不能越过 蒋介石是欺负他 是真的多少年欺负他 打压他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在任贼作妇 这个问题上 你不能下海 不能下水 大家理解吧 就是虽然你有千般的委屈 万般的痛苦 但是你不能去投靠日本 所以我觉得汪精卫 他一旦越过这个线 他真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罪 所以我不同情 他的那个痛苦 他的那个忧虑 不同情 他是在大劫问题上 犯了一个犯罪 就是对于国共养党的这段抗战 我们现在的历史叫做独一事 就是年不想 当时候的实际情况 没有无限的主流 所以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因此我一个附带成说 你如果一定要把国共养党 在抗日的中间做的贡献分割大小的话 你认为是一大谁小 他们的贡献大小 是这样子的 我想呢 就是我们考察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要看到二十世纪 特别是二十世纪 中叶的那一次大的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立 我们的对手是蒋介石 蒋介石集团 当时叫蒋介石反动集团 或者国民党反动态 他们又是从抗战中过来的 所以整个的这个 有关抗战历史的叙述 是受制于当时国共的 这种长期的斗争 在这斗争下形成的这个 你刚才讲的我们教科书的叙述 我想只能是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 也许再过二十年 我们的叙述更加客观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那个时候 比如说 我就举个例子 在37年38年的时候 中共方面对国民党烫战 始终给予很高的评价 延安经常把蒋委员长的像挂出来 经察去根据地 孙东山先生的像 毛主席的像 蒋介石像三个人挂起来 经常蒋介石像都是挂起来的 今年这个广东 还是北京有个出版社 出版一个叫沙飞 沙飞大家听没听说过 中国的一个非常结束的一个摄影家 军队中的一个随军记者 他在抗战中间 他在经察去根据地 他留下了大量的当时的这个交据 冒着生命危险搞下来的 这些他的作品 全部最近出版了 可以看出来抗战初期 抗日根据地的很多情况 经常看到这个画面上 都是蒋介石像的画像 那么我的意思是 3738年国共关系好 所以中共对国民党的评价就比较高 也对国民党的 刚才我讲的 比如说 毛主席说 他很有革命性 等等 可是到了四一年 晚南事变之后 两党的关系恶化 那么 开始对国民党抗战的叙述 就减弱 拖出国统区的 国民党统治的黑暗面 这都是和当时两党关系 时间在一起的 我的意思是 回到前面的主题 还是时间 所以今年是抗战 甚至60周年 我们的教科书 各方面的叙述 就越来越客观 再过20年 再过30年 更会客观 我们还是围绕抗战台吧 不然现在 好不好 抗战吧 我相信很多同学 都会对你是感兴趣了 都会对你是感兴趣了 是不是 历史上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波澜壮阔 是不是 经常是让我们有一种回想 有一种言想了 这是一个方便 这本身就是一种兴趣 有人喜欢文学 有人喜欢历史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 更多道理可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经常感觉到 历史它是有延续性 延续性啊 今天的生活中 包含了很多历史的 那个过去遗留下来的元素 它经常会刺激我们 对过去的年代 产生一种兴趣 也就是现实和历史的交融 让你有一种探究历史的 一个兴趣和动力 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 可能这两个方面有所都有了 所以我自己就是喜欢 喜欢这个 比较喜欢这个 看历史 就是这样 至于你刚才讲 再有一次选择 再有一次选择 还是喜欢历史 赵老师您好 我就是想请教您的问题 就是在二战的后期 中国的抗日战场 跟世界的反马西斯战场 出现了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比如说在四四年 其他战场的形势都在好转 而中国却出现了 预想会大溃败 而在四五年的时候 世界其他战场都进行了 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而中国却没有 可以请您帮我分析一下 其中的问题好吗 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刚才提的问题 很尖锐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刚才讲的 蒋介石 他在一九 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 他基本的 当然他还在抗制 因为他没有办法的 他面对的是日本正面上 对他的压力 那么他同时 也真的是想保存实力 为未来的中国的 这个格局 国民党在这个格局中 所占的分量 他在储存力量 那么他是有这个 应该讲大量的材料证明 他是有这种考虑的 我想这个 一九四四年的 日本的这个大规模的进攻 主要进攻的是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 主要是进攻的 国民党统治区 这是他没有 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四二年和四三年 四四年的共产党已经开始有恢复 有恢复 所以四四年的压力最大的是对 蒋介石 蒋介石还有一点 我认为呢 除了保存实力这一面的考虑以外 长期以来 八年抗战 就是他的这个绿部啊 开始松懈 松懈了 刚才我就讲了 民族主义啊 他是要保持民族主义 亢奋的情绪 连续保持八点 是有问题的 大家理解吧 搞八年抗战了 前面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这些精神很粗 到了以后 就被袭塌下来了 那个制度上 如果再不改革 制度上的那种保守 落后 弊端 官僚主义 等等等等 就浮现出来 所以到了四四年左右以后呢 国民党军中的各种各样的弊端呢 也非常出现了 也出现了 那么我这里要强调一下 国民党当时最精锐的部队 还不是在这个预想会这一段 是在从远甸 从印度过来的那个 软真军 新一军啊 新六军啊 这些是当时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 它的来源是当时爱国学生 大家知道爱国学生从军啊 十万青年 十万兵 这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那么其他的一些部队呢 管理方面的问题 蒋介石也有偏心啊 这个人他有私心的 他始终最爱的是他的中央军 他对其他的军呢 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做到一碗水断屏 所以四四年的情况 和这些都有关系 至于讲 1945年的反攻啊 反攻应该说 怎么看反攻啊 我们是不是要用俄国的这个模式 或者是欧洲战场的模式 来看这个中国的反攻 这个我不知道 我自己还在想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看的话 有一些局部性的反攻 局部性的应该还是有 大规模的 模仿这个 对于苏联市的 在欧洲的那种反攻 好像中国战场没有出现一个情况 可是局部性的是有 不可能的 日本东阳三岛 人口没有中国多 中国只能给他占据沿海地区 我们想抗战中间 大家知道西安是从来没有 日本没有打到西安那边去的 对不对 这边是到了宜昌 宜昌以西 没有进去的 那边就是云南当然 云南它是从缅甸打过去 中国有很大量的领土 日本是没有打进去的 所以没有珍珠港事变 中国也能拖下去 情况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时代还是不一样 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你刚才讲的是文化 那是历史上 就是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中国我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 就是没有珍珠港事变 能拖下去 高老师我能提 是这样 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明天晚上在西五楼117 西五楼117 高老师将会继续给大家做报告 今天晚上高老师已经很辛苦了 谢谢大家的光临 欢迎大家明天晚上来 好谢谢大家 谢谢